ChatGPT又有重大的更新了 明明上个星期才公布GPT4 一个震惊全世界的大型语言模型 气都还没有传过来 现在它又有重大的公布了 这个新的ChatGPT 它声称可以上网搜索资料 这样就能解决它资料不停留在2021年的一个问题 你还可以用ChatGPT搜索一些比较简单的任务 比如说找附近的餐厅 看哪一个餐馆的菜单会更好 还有更好的解读文件 以及给一些程序员带来更多的好处 甚至更新版的ChatGPT可以解读图片了 找出图片的特征再把它给换掉 统统都没有问题 真的现在AI的星级是非常非常的快 你看我现在更新的频率 你就知道AI更新的到底有多快吗 在上两个视频的结尾我说过 我不要再做AI的视频了 可是AI的工具现在更新的如火如荼 还有一位朋友评论 再不做关于AI的视频 很快的AI就会做了你要做的视频了 又好像对哦 现在的网友搞的都是真实 今天这个视频我就会很快速的带你了解 ChatGPT到底有什么更新 而且对你和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一一来揭晓 在这个视频还没开始之前 别忘记先把这个视频给点个赞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视频给你带来价值 记得点个订阅打开小铃铛 因为在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视频 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的AI消息 点个订阅一定没有错了 如果想要更加进一步去支持这个频道 可以参加这个频道的会员 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 购买我Dairy Do的调子老人包 帮你一键调出网红照片 可以帮你调色之余 也可以帮我更加专注去创作更多免费的内容 在这个频道给大家观赏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这个就是ChatGPT刚刚公布的一个重大更新了 就是它现在有了ChatGPT plugin 就是ChatGPT它现在它就会置入插件了 简单来说 你就是不用安装第三方的插件去使用ChatGPT 现在ChatGPT它有自己的插件了 让你曾经试的体验ChatGPT的终极模式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在这个OpenAI的网页 它也有跟非常多不同种类的公司合作 比如说Xpedia 我们都知道Xpedia是哪来做模的 它就是一个旅游必备的网页 你可以利用它的网页去编排你的旅游行程 找酒店 找饭店等等之类 关于旅游的信息 你都可以在这个网页所找到 现在ChatGPT它就要跟Xpedia合作了 不懂你能不能想象 当这个插件直入去ChatGPT 你就可能更好的把它原有的旅游资料 再和ChatGPT的语言模型融合在一起 它能生成出来的结果真的是非常好 可以让你大大的减少了 你旅游前需要准备的东西 它还有和非常多的公司合作 有Fiscal Note Instacart Kaya Kauna Shopping Mylaw Family AI OpenTable Shop Speak Wooframe 还有Zapier 本身不能想象当这些工具指入去ChatGPT 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火花 比如说OpenTable 它就能给你餐厅的建议 带你去最多好评的餐厅 还有Wooframe 这个工具它是解决数学问题 非常厉害的一个网站 总之你数学遇到什么问题 在这个网站或者这个App 在里面你都可以很快速的去解决 你的数学问题 真的不能想象当一个数学天才 还有一个语言天才 两个融合在一起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火花 我们再往下看 现在你就可以问ChatGPT 有什么餐厅可以介绍 然后你还可以问 那个餐厅用的材料到底是什么材料 而且你还要用Wooframe这个插件 来算出那些材料的卡路里 厉害嘛 你还没吃到那个食物 你就可以知道 那个食物的卡路里到底是多少了 现在每个人都能成为营养师了嘛 然后就用第一个插件叫做OpenTable 先找出哪一个餐厅是适合你的 还可以给出你食物的材料到底有什么 而且是非常准确的那一种 然后再用Wooframe Alpha 这个插件 去算出那个卡路里到底有多少 然后再用Instagram这个插件 来帮你生成一个shopping list出来 这个就是ChatGPT 融入了其他三个不同的插件 融合在一起 去生成出来的答案 只要你点击链接 你就可以买到你所要的材料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接下来ChatGPT有了这个插件 它就可以上网了 你就可以看到ChatGPT 现在它在搜索这网页 它就在找着你问的问题 然后它还会从几个不同的网页 得取资料 分析了多个不同的资料渠道 然后再生成那个答案给你 你的答案 这样子就生成了 而且ChatGPT生成出来的答案 不是乱讲的 它还有参考链接 如果你觉得哪一句话是不对劲的 你就可以点回去那个链接 然后看到底它说的是不是正确的 而且ChatGPT也非常聪明 它知道几时它需要用到网络 几时不需要网络 比如说第一个提问 比较奥斯卡得奖的影片 还有最近推出的影片之间的票房 这个问题就需要在网上搜索到答案 而第二个问题就是问 第一个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哪里居行 很显然的它已经知道了答案 它就不必要再去网上搜索资料 这个功能真的是ChatGPT一个非常大的升级 把一个一等级的ChatGPT一码带到去99等级 全副神装的一个ChatGPT 你说厉不厉害 更新了的ChatGPT 它也可以做出一些数学问题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提问 它就能生成一个完整的答案给你 而且这个答案不只是我们平时得到的答案罢了 它还会跟你解释背后的数学原理 让你更好的去了解这个答案到底是怎么来的 而且你还可以追问你刚刚的问题 它也能很好的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给你 再赋予非常详细的解释 太厉害了 虽然是说我看不明这些数学问题 可是我相信这个升级版的ChatGPT 能让懂数学的和不懂数学的人都沉默了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它第二个功能 就是你能上传任何的文件去ChatGPT里面 在这里你就可以叫ChatGPT去分析你所给的文件 它就立马分析了给你了 而且还是很大规模的分析那一种 你还需要人去做这些分析吗 根本就不需要了 丢给ChatGPT完完全全就可以了 你再问这个文件到底有多少行 ChatGPT它立马就能回答给你 这个文件里面有1万行 如果是一个人它有将快可以算到 这个文件里面有1万行字 你根本是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做到这一种效果 而且从你上传的文件 你还可以得到一些Graph或者是一些Table 给你能更好的去了解你的文件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棒 你可以有无限的可能 可以从一个大数据的文件中去修改当中的资料 更加深一步的去了解当中的资料到底是什么 这个功能简直是炸了 真的是炸了 除了这些我们是不是都忘记了 GPT4它不是说它能解释图片吗 为什么还没推出给大众 在这里 OpenNI用1个星期它就可以盖住我们的嘴巴了 现在你可以上到图片 到ChatGPT了 然后它就读取到这个图片到底是一个什么图片 它就是读到这个图片是一个圆圈 然后里面有一条蛇 然后你还可以叫ChatGPT把你的图片给放小 4倍更小 4倍更小 没问题 它立马就生成出来了 而且你还可以问它 可以把这样的图片变成黑白吗 没问题 看到吗 瞬间就出来了 然后你还要加回一点点青色 也没有问题 看到吗 它就给了你要的东西 然后到最后当你满意了 你叫它 可以给我一个下载链接吗 没问题 一个下载链接 把上就生成给你了 你就可以立马去下载 你已经修改了的图片 这个更新对于ChatGPT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升级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尝试 你可以去到这个页面 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视频的下方 有兴趣的你们就可以去点去这个网页 在这个网页 你就可以按Join Plugin Waitlist 然后在这里输入你的资料 然后再回答一系列的问题 填完了全部需要的信息 你就按Join Waitlist就可以了 现在你可以做的就是 等OpenAI发那个邮件给你 和你说你通过了Waitlist 你就可以产生一步的去体验这一个ChatGPT Plugin 让你也可以成为站在AI顶端的男人 好了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真的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尝试这新的功能 如果你看到这里 你还没点赞你在干什么 赶紧把那个赞给点一下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内容给你带来价值 记得点个订阅打开小铃铛 因为在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视频 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个AI的列车 你就更加要订阅起来 因为我会适适和你更新 AI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 还有我发现 竟然差不多有80%的人是还没订阅的 如果你能把那个订阅键给点一下 真的感激不尽 如果想要更加进一步去支持这个频道 可以参加这个频道的会员 或者是点击视频上发的第一个连结 我雷独的调色脸包 帮你一键调出网络的照片 可以帮助你调色之余 也可以帮助到我更加专注 去创作更多免费的内容 在这个频道给大家观赏 好了我们下次见 拜拜